中途颱風雖然在下午3點40分 從台東的東河登陸了 不過強風好雨還是造成花東地區不少災情 尤其在交通的部分除了航空都沒有飛之外 在鐵路部分花東線還有西部幹線 也都有宣布部分停時 提醒大家要特別留意 中台海葵暴風圈進入台灣東部 花蓮刮起強震風 玉璃鎮復興街上施工的圍梨被強風吹倒 警方冒著風雨放置三角錐封鎖現場 工人趕緊清除圍離 避免風雨增強再釀災情 洪架被風吹得搖搖晃晃 後來直接被吹起落在地上 中台海葵還沒有正式登陸 就已經釀出災情 警察到場準備拉起封鎖線 結果強風再次襲來 早上七點多花蓮刮起七級強震風 花蓮火車站旁一間租車公司停車場的棚架 直接被吹起 鐵架四角朝天壓在一旁的機車轎車上 鏡頭轉往山區 大量泥水清洩而下 在浊西鄉栗山村部落 山邊湧現泥流 馬路上形成一條黃色小河 警方一邊清除路樹還要一邊注意泥流狀況 風噬太強路樹也難擋 警方跟工程人員拿著電鋸把倒塌的路樹拒斷 讓道路趕緊恢復通車 花蓮災情不斷傳出 一早花蓮 鳳林 光復 玉璃多數都有路樹倒塌 就連路燈也無法抵抗強風被連根吹起 倒在路中間燈泡水裂 海葵暴風圈侵入台灣東半部 全花蓮都發酷 逃大雨特暴 各地風雨交加呼籲民眾千萬做好防台準備 記者林宇拉徐莉琴花蓮報導 綠島遇到大雨不斷 海邊也出現三公尺以上的浪高 由於船班停航由白米遊客無法及時回到台灣 便利商店的貨架都快被搬空 海葵颱風 暴風圈籠罩 綠島 藍雨等離島地區將會出現五公尺以上的大浪 清晨五點颱風暴風圈接觸東部陸地 台東東河出現大浪 海浪幾乎要衝進岸邊民宅 清風箱啟動預防性撤離 台東線預防性撤離357人 其中清風箱嘉蘭村兩人 新興村345人 另外在長濱鄉還有四人 泰坂里鄉一人以及岩平鄉三人 沒有帶漾 就沒有人帶漾 台風來襲避免災情 花蓮縣府預估將預防性撤離4400位民眾 隨著花東地區風雨漸強 台鐵東部幹線部分區間列車停駛 我們到12點之前 花蓮到台東各級列車全面停駛 那至於花蓮到台北的部分 只要是跨越台東 也就是四開頭的列車 基本上也都停駛 颱風中心逐漸接近陸地 東部海域升起長浪 花東沿海將出現六公尺以上的大浪 隨著風雨逐漸增強 地方政府嚴陣以待 記得李文德 徐立琦 中文